台中市长卢秀燕这一天前往到在地信仰中心广福宫参拜 来祈求天上圣母保佑市政昌龙 同时表示风园过去是没有大建设 未来包括有风园国民运动中心 以及运动公园等大建设一定会落实 来展现市府对风园的重视 结束完市政会议之后 台中市长卢秀燕马不停蹄的 前往在地信仰中心广福宫参拜 一来是为了选举还愿 二来也希望贴近民众恭贺欣喜 对新民要有信用 既然说如果有拜有幸运 今天全天利用中午时间 中午休息时间 特别来幸运 那当然最重要是 今年要求就有这个机会 来跟台湾拜一个年 因为今年台湾人最重要的 卢秀燕和我们议员和我们新的团队 来祝福我们的地方 每一个我们的乡亲时代 过好年 大家新年发责 卢秀燕马不停蹄的 卢秀燕马不停蹄的 我说也算很好 祝福我们的市长 可以为我们台中市民 继续服务 继续做好 卢秀燕表示 在过去峰园并没有大建设 因此他上任之后 未来一定会落实 峰园国民运动中心 以及运动公园等建设 来让峰园地区的民众生活 更有感 我们已经宣布要编列四亿的经费 要来做峰园国民运动中心 跟周边的这个公园的这个配套 所以建设一定会落去 现在这个地点 在做我们的这个花博的停车 那等花博四月份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会清理地面的 这些所有的这些建物 开始来做企业 做设施 市长也强调 目前国民运动中心的用地 提供给花博来作为停车场使用 等花博结束 一定会开始着手规划 让这一座四亿一百万的运动中心 早日能够落成起用 记者提供台中 才也讨不得 小杨 大豬 大豬 大豬